豪车与救护车相撞 司机挡住救护车索要赔偿 措施病人抢救时间 还变本加厉抡打病人家属 最后自食恶果直接送他上路 事情发生在我的好朋友昆昆身上 那天我们正一起喝啤酒 他就接到了他家邻居的电话 说是他母亲突发疾病在家晕倒了 昆昆马上就赶了回去 看见母亲已经不省人事了 便连忙多打了120 在去往医院的路上 前方的车辆听到急促的鸣笛声 都纷纷避开让道 可就在这时 一辆豪车却突然变到超车 因为来不及刹车导致了追尾 紧接着 一脸油腻的大叔从豪车上下来 二话不说就踹救护车 还破口大骂 你不长眼睛吗 跑这么快胆吗 我在你前面私影响你起飞了吗 救护车司机也连忙下车道歉 对不起大哥 因为抢救时间非常紧迫 车速有一些快 你这突然超车 我也来不及反应啊 但是这大哥丝毫不为所动 也没有让救护车离开的意思 反而挥起来 沙包大的拳头就朝司机砸了过去 我的朋友昆昆听到了外边的动静 便急忙下车 冲上前拉住了暴怒的豪车大哥 并把母亲现在急需抢救告诉了他 希望他大人不计小人过 让救护车先去医院 并表示他可以留下来处理赔偿问题 谁知昆昆好声好气的商量 反而让豪车大哥更加放纵 直接一脚把他踹到在地 还骂骂咧咧的说道 你老娘是不是 这丑恶的嘴脸也让昆昆很愤怒 明明是对方违规变道的责任 居然还反过来要钱 但是想到危在旦夕的母亲 昆昆还是能忍救人 他一咬牙就跪了下来 恳求豪车大哥能先让救护车去医院 多少钱他都愿意赔 但是豪车大哥丝毫不松口 这里一穷小子 玩意识想先跑楼怎么办 除非亲眼捡刀钱 不让别想走 就在这时 救护车上的医生走了下来 顿了顿说 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里没有医用设备 也错过了抢救机会 听到这话 昆昆也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他急忙跑到了车边往里看了看 他知道这或许就是最后一眼 来不及悲伤 豪车大哥静一个飞踢 把昆昆踢到在地 这还不算完 大哥跑回车里拿出一根木棍 指着昆昆说道 拿不起钱还想走 行不行道子 送礼婚礼捞两产局 说完又狠狠踢了一脚 这简直是欺人太甚 要不是你这猖狂的恶霸 母亲也不会走这么快 忍无可忍 就不必再忍 站起来一个飞毛腿 就打在大哥的脸上 他万万没想到 刚才还跪地求饶的窝囊费 居然敢打自己 然后就破口大骂 狗东西居然敢打我 看我这么容易 这话让本就愤怒的昆昆 直接抱走 捡起来地上的木棍 朝着豪车大哥的头部狠狠砸去 疼得他惨叫连连 晕头转向 面目全非 此时的豪车司机 看昆昆动了真格 才知道害怕 连忙求饶 但昆昆已经失去了理智 只想母亲因此吸去 于是就越打越狠 没一会豪车大哥 躺在血泊中 没了动静 事后 昆昆被警方带走调查 嚣张的豪车司机 也因为失血过多 去了天国 继续嚣张